上个月大陆男星郭金飞 登上综艺节目我想开个店 却在录制到一半时表示要离场 让现场来宾都相当错愕 接着解释自己去做了一个眼袋手术 在术后第四天把纱布拆了以后 不小心打了一个大喷嚏 导致伤口裂开流血 必须再去缝补一针 引起网友热议 究竟眼袋的行程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可以如何解决眼袋所带来的困扰 接受眼袋手术后 还有什么需要特别留意的事项呢 透过本次的新闻事件 邀请到专业医师解说 带您深入了解眼袋的成因与解决方法 我发现眼袋的形成有年轻化的趋势 这为什么呢 因为眼袋的成因有避传性 比如说家族爸妈都年轻就有眼袋 你也可能会有 第二个是你的工作过度疲劳 或是用眼过度 造成后天性的眼袋 第三是你本身假如是有过敏体质 鼻子痒 眼睛痒常去揉眼睛 造成眼睛周围肌肤的松弛 也会提到产生眼袋 所以眼袋的形成是多重因素性的 那我们接下来会问 眼袋的形成会造成什么的影响 第一个眼袋的形成会有疲劳感 为什么因为你眼睛下方 就会有一坨凸起来的脂肪感觉 第二点眼袋凸起来之后 你的眼袋凸起的下方就有一条凹陷 这叫肋勾 所以你的睫毛下方就会有凹凹凸凸的感觉 其实我们常常盯一个地方久了 其实第一眼睛会比较酸涩 第二用眼过度的人 其实他们不自觉就会去揉眼睛 让眼睛过度疲劳 眼袋的形成除了脂肪的突出之外 它肌肤的松弛或皮下脂肪 筋膜层的松弛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常常用眼过度的人 他就会也去揉眼睛 造成肌肤周围的刺激 好像加成起来就会互相加成 另外一个造成眼袋特别明显也是黑眼圈的形成 比如说你用眼过度或局部循环不好 黑眼圈的形成又加重了眼袋严重的程度 眼袋手术分两种 一种就是年轻化的眼袋手术 它叫做微创眼袋手术 它不需要去切掉过多的皮肤 它只要处理脂肪就好 第二个眼袋手术是比较年长型的眼袋 它除了处理脂肪之外 它还要把过多的皮肤跟松弛的筋膜做个修补 年轻型的眼袋 现在我们有的方式叫做微创的三合一的眼袋内开手术 也就是说 它藉由一个很小的伤口 那在睫毛的根部我们来做一个小窗伤口 然后把过多的脂肪去除掉 同时把过多的脂肪移位到肋沟 也就是眼睛下方的我们说录屏专案 把凸的挪到凹的 这样整个它是一片平坦 所以不管是视觉上或拍照上都可以获得改善 另外就是因为年轻型的眼袋手术 它的伤口不会在外面 所以它恢复期非常短 它的消肿期只需要一个礼拜 我相信很多客人做完这个内开眼袋手术 它通常休息一两天就可以照常上班 所以不影响日常作息 所以年轻型眼袋的朋友 通常40岁以前的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那40岁以上的眼袋 可能要评估一下 是否有皮肤过多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来做 修掉过多的皮肤 来做一个眼袋外开的手术 譬如说把一些玻尿酸填补在凹陷的肋沟处 会让你的眼袋不这么明显 我把它称之为比较治标的方法 或是救急的方法 但它毕竟不是一个根本的方法 但是要小心就是眼袋手术 就我们现代医学的观点 还是需要靠手术去把它做一个调整 如果你刚才说用打玻尿酸的方法 很容易把你眼袋越补越大坨 就是据说想像一个违章建筑盖在你家旁边 你不去把违章建筑处理掉 但是你却把旁边的其他违章建筑加高 让它这个违章建筑看起来不像个违章建筑 这样就失去了治疗的意义了 在手术的关键前一两周 我们都劝客人不要做过多的运动 或用力的行为 譬如说现在大家健身的观念很好 我们都希望说前两周不要去做重量训练 你可以做缓和的 譬如说头部机散步 因为你去拿雅铃或做重量训练 你会让脸部战红 大家有去过健身房知道 教练教练教练说在甘一下的时候 你脸部是战红的 当你脸部或身体战用力的情况下 你的皮肤的张力是增加的 这个新闻郭金飞他眼袋完四天他打喷嚏 其实打喷嚏 他就有点像是瞬间的你举雅铃这种感觉 打喷嚏如果刚好他打得太大力 他脸部会用力 脸部会战红造成伤口的可能小小的裂开 那我只能说可能刚刚好 这个喷嚏可能打得比较大力 但是请大家不用担心 通常如果这样的话 赶快请各位朋友 赶快回去原来的医院 或者所找医师 他会帮你做一些检查 或许不需要补一针 那当然如果说裂开的范围比较大 我们maybe就可能需要补一针 我们平常能够做的是 第一两周内 也要做一些去举雅铃去健身房 第二点 手术完三天我们可以冰敷 多冰敷促进消肿 那第三手术两周内 我建议在吃刺激性的东西的时候 也要小心 为什么说吃刺激性的东西 跟酒精饮料要小心呢 因为有些人的体质 亚洲人 他吃麻辣锅或喝酒 脸部会战红 脸部会红的情况下 他会造成组织的胀 肿胀 他会造成眼带手术 或眼睛脸部周围的不适感 所谓眼剪外翻就是 睫毛有点往外侧翻起来 然后有点点白有点露出来等等 的确这是在过去比较常发生的状况 眼剪外翻又以眼带外开比较容易发生 因为外开需要修皮肤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讲眼带内开 几乎不会有眼检外翻的问题 就是伤口在里面的方式 那以现在技术 我们会做很多预防眼检外翻的步骤 所以现在眼检外翻的机会 已经从以前比如说5%左右 现在降到1%以下 那就算及时发生了 他通常3个月就会慢慢的恢复 我们在手术中 我们会做一个肌肤跟筋膜的悬调 就像是晒衣绳一样 像是一个晒衣绳 我们把眼睛下方的皮肤往上悬调 这样子就可以大幅度减少 眼检外翻产生的机会 但最重点我们觉得可以跟医生讨论 我们选择用什么方式 是用内开还是用外开 那现在都是多重复合式的 所以大家有听到说 五合一七合一眼带手术 这都是我目前在做的 大家有没有涂胶水在肌肤过的经验 让你的肌肤有点 有点像是收缩 或是有点僵硬的感觉 造成你视觉上暂时性的 好像肌肤比较紧致 眼带没有了 但是马上它的效果就会过去了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有试用过 应该效果只是一下下 之后你这个把它涂掉之后就没有效果了 所以眼带手术的成因它是结构性的 它是脂肪的突出 它是肌肤筋膜的水坝的弱化 因为你要把它想象 水坝松了 所以脂肪突出来了 所以没有去解决这根本 其实其他的都是比较治标的 那眼带霜我想是 比较有点点夸大了 但是还是有成功的吸引大家对眼带的关注 双眼皮跟眼带的伤口 我们通常都是一个礼拜拆线 那眼带内开始不需拆线 因为缝在里面 拆线前就是前两周 我们都是要避免就是做一个会太用力的活动 身体其他地方的伤口也是一样 虽然拆完线呢 我们觉得伤口表皮愈合了 但是它其实内部的组织还在持续的愈合中 整形外科医师 我们可以把伤口绒到最完美 可是事后的疤痕的处理 包含你的厨房凝胶 厨房贴片 厨房胶带 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睫毛下方 我们这边有眼带 有卧彩 有苹果肌 有类沟 有些人颧骨比较高 所以其实这整体是要一起做评估 所以第一点我觉得 当你有这个困扰 我觉得你要找一个好医师跟他讨论 我们这要怎么去处理 第二点就是假设有眼带的话 医师第一步会评估说 你是合并肌肤的松弛 还是没有肌肤的松弛 第三点我们会评估一下 类沟病跟苹果肌 大家想要改变总是有一些 犹豫跟担心 怕说会不会很可怕 当你了解说 现在眼带手术的进程是很先进的 那手术后的痛感 跟手术中的不舒服感都大幅降低 往相向性会让大家很愿意来做这个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更新闻